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ift UI 今天是第17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滑动调整图片的大小 咱们今天要介绍一个空间 或者说组件叫做slider 该怎么用 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咱们使用slider的空间 来调整一张图片的大小 如果您现在想编辑一个 比如说图片处理程序 类似于手机版的Photoshop的时候 您可能需要让用户动态的调整图片的大小 那么您就可以使用slider空间 该怎么做 咱们试一试 好 咱们先少讯 马上进入今天代码的部分 大家请看 今天的代码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就给您准备了一个view 这个view上有两个空间 第一 是一个slider空间 第二 是一张图片 咱们通过拖动这个slider空间的位置 来动态的调整显示图片的大小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大家请看 在view的模板级的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有状态的变量 叫做什么 叫做imagewise 它来记载着当前这张图片的宽度 对吧 为什么它是有状态的 是因为咱们要拖动这个slider 这个滚动条的时候 这个值 这个图片的宽度 这个值 是会不断的发生变化 它每发生变化 就会影响到实际图片显示的宽度 对吧 所以说这地方呢 必须定义成有状态的 然后它的初始值 大家请看 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让它等于咱们现在屏幕 主屏幕的宽度 好不好 OK 这是咱们图片的宽度 接下来大家请看 我这有一个vstack 对吧 里面这第一行 大家请看 这就是定义了一个slider的空间 这空间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当前值 或者说它设定好的值 这个呢 咱们绑定到了模板级状态的 这个图片宽度 imagewise这个对象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咱们可是要按地址传递 有事说 咱们传进去的这个值 它内部会给咱们做更新 并且把值的内容还能带回来 对吧 这个不就是slider这个空间的作用吗 我外部有个值 比如说我这个对象的这个图片宽度是200 对吧 我传进去之后 通过它内部调整下这个slider bar的位置 它给我返回个300 那么我接到300 然后呢 直接去使用这个300的值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按地址传递 如果你不按地址传递的话 你明明是你是200 对吧 它内部可以调成300了 但是呢 你是按值传递 它内部是300 但是它返回之后呢 还是200 所以说这个地方不行 必须按地址传递 好不好 OK 接下来也很重要 这个接下来这个印是什么意思 是说咱们slider的空间滑动的时候 最大最小值是多少 比如说您可能要控制一下体重 可能一般人体重就算你轻 你不可能是零吗 对吧 可能比如说10公斤 对吧 10公斤到200公斤 对吧 它有一个范围 对吧 那么咱们这个印就是定义咱们这个滑动条的最大最小值 范围 对吧 大家请看 我给的最小值是100 然后最大值是咱们整个屏幕的宽度乘上3 也就是说 咱们的图片呢 能够缩小到宽度为100 然后呢 扩大到图片宽 整个咱们这个屏幕宽度的三倍 对吧 OK 最后这个是step 不长 你增加或者减少 按哪个单位增加减少啊 我是按每一个单位增加 比如说咱们现在当前值是100 咱们往右拖动一点 可能就变成101 对吧 再通一点变成102 对吧 所以这是不长 如果这10的话 那么如果是100的话 咱们往右拖动一下 就变成110 对吧 不长就是这个概念啊 OK 接下来这两行没说的 做一个padding 做一个整个空间的大小 我这个空间给的宽度是整个屏幕减去20 对吧 OK 接下来大家请在这个位置 我定义了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呢 我给上是一个催味的一张图片 对吧 如果玩过这个JTA的朋友都知道啊 这是一个催味老催的图片 然后呢 这个图片属性射程 大家请看 射程可被调整大小的 有朋友 可能初学者啊 朋友啊 在做这个程序的时候发现 我图片宽度给了 高度也给了 为什么没有反应 没有发生变化 是因为你默认的 没有把这个图片可调整大小的属性 这个方法呢 调用到 对吧 OK 咱们调用到之后就可以哦 然后呢 咱们图片缩放是按比例缩放 对吧 这个地方呢 用的是fit按比例缩放 同时大家请看 我这个图片的frame宽度给的是谁 对 给的是个模板级带状态的imagewise 大家请看 咱们整个这个程序三处调用 一处是定义它 一处是slider 动态的不断的更新它 第三个呢 是咱们图片呢 引用到它来显示图片 那么咱们图片这样一定义的话 那么这个值 imagewise这个值 只要它变化 那么咱们图片的大小 也就会随之发生改变 哦 代码讲完了 咱们马上运行 看看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个样子 哦 OK 咱们马上开始 这个地方 咱们马上建一个新的app 我就叫做 我就叫做myapp 没问题吧 这是我经常使用的一个app的名称 我的课件中经常使用 好 咱们最大话没问题 把这个关掉 然后拷贝过来咱们的代码 拷贝过来之后 拷贝过来之后 咱们先编译 编译肯定是不报错 对不对 试试啊 按住这个command 然后加b 编译是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调整一下这个模拟器 8加 但是现在我还不能够运行 为什么是因为我现在 大家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我引用了一张图片 这个是资源图片 现在在 因为我是刚新建的工程嘛 所以说在这个资源里面 并没有推卧这张图片 那么怎么办 那么咱们需要通过外界 把这个资源加到咱们的工程中来 然后咱们才能够识别到它 怎么加 咱们试一下 那行 这个地方呢 我给您准备一张老崔的图片 这没说的对吧 拿过来 老崔啊 虽然在这GTA里面是个恶人 但是呢 大家都评价他是挺不错的 相反评价的麦克不是特别好啊 好 这是其他的话题了 好 咱们再编译一下 没问题 那咱们按住空帽子加R键运行 咱们看看老崔能不能发生变化 试一下 正在启动 然后因为是第一次启动 所以说它有一个因素安装的时间 所以说可能第一次稍微长一点时间 OK 启动起来 咱们看 默认装载时图片的宽度是屏幕的宽度 对不对 大家请看 现在宽度是不是屏幕的宽度 没有问题啊 稍等 我把下面这个调试框去掉 OK 那么当我滑动咱们的slider的时候 今天我给您重点介绍 就是slider空间使用 大家请看 这个图片呢 会随之发生改变 没有问题吧 是老崔吧 是老崔 正要跟那个弗兰克林 他们要做案去啊 OK 这个就是今天我给您介绍的代码的内容 这个是今天主要给您讲解 是slider的用法 对吧 它最关键的是这个值 但是呢 这个值属性 您在这个地方要按照地址 把您外面的值传进去 当滑动它的时候 它会在空间内部更新咱们传递进去的这个变量 并且呢 可以把它带回来 然后这个呢 第二个印呢 是控制咱们整个这个Bud 最小值 以及最大值 没有问题吧 OK 明白这个了 您以后再设计您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用户的登录 这个Foam啊 或者说设定画面的时候呢 您就会用这个方法呢 来调整用户设置数值的地方 是非常的有用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slider空间的使用方法 并且呢 咱们用这个空间调整了图片的大小 您觉得不是很方便的一个空间吗 今天呢 就介绍给您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